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在近日召开的季度财报会议上,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Patrick Gelsinger表示, ARM晶片和目标替代Windows的捉机系统一样,在PC市场已被降级为相当微不足道的角色。 与此同时,即使基于ARM的CPU取得成功,这也可能对英特尔代工服务,IFS部门来说是一个机会。 基辛格认为,其他制造商基于ARM的晶片的激增,可能会无意中刺激英特尔代工业务的增长, 将潜在的竞争转变为意想不到的扩张和创收途径。 英特尔代工业务,IFS和自动驾驶部门,Mobile-i是第三季度,极有实现增长的两个部门。 尽管英特尔代工服务仅占整体销售额的一小部分, 但其季度收入同比增长近300%,达到3.11亿美元。 英特尔将代工收入的增长,归因于人工智慧晶片制造商对其先进晶片封装服务的强劲需求, 英特尔正与6家新客户就先进封装业务进行谈判。 基辛格表示,其代工业务Intel 18a工艺已赢得3个客户, 预计将在年底前完成第4个客户的交易。 Intel 18a计划于2024年底开始生产。 此前,消息人士透露, 徽达已经开始设计能够运行微软、Windows作业系统中的CPU, 并使用ARM公司的技术。 另外,AMD也计划制造基于ARM的PC晶片。 这些晶片预计将在2025年左右上市。 对此,基辛格表示,他们认真地对待所有竞争对手, 但根据历史经验,他们认为他们总体上并没有那么重要, 因为他们的势头很强劲,而且拥有一个强大的技术路线图。 业界传出,AMD和徽达正在开发基于ARM的客户端PC处理器。 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表示, 并不担心与ARM兼容的PC会侵蚀英特尔的利润空间。 对此,分析机构The Register做了评估, 认为最近的历史告诉英特尔,他们应该担心。 机构认为,英特尔的第三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 尽管执行长基辛格向投资者保证, ARM PC构成的威胁微不足道。 他们认真对待所有的竞争对手, 但他认为历史就是他们的指南。 他们并不认为这些产品在整体上有多大的潜在威胁。 他在谈到与ARM兼容的竞争产品时说, 分析机构The Register表示, 在PC架构方面,X86并不是唯一的选择。 直到2006年,苹果公司放弃PowerPC, 转而采用英特尔X86, 或者更确切地说是X8664, 才真正在PC市场占据了一席之地。 该机构表示, 这次ARM晶片制造商向英特尔和AMD施压, 谁又能保证历史不会重演呢? 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已经重演。 ARM PC并不是什么新生威胁。 苹果公司的M系列晶片早在三年前就已面世, 并一再被证明,不仅在效能上可与英特尔和AMD处理器媲美, 而且通常效率更高。 最后一点不容低估, 因为效能只是让兼容ARM的处理器, 如M1和M2如此吸引人的一个指标, 除此之外还有功耗。 例如,苹果公司的第一代M1 MacBook Air在DeepBench 6中仍然可以与英特尔最新一代的行动晶片媲美, 但电池续航时间却能达到12小时, 而且还是被动散热的。 据报道, 基辛格本人在宣布2021年重返英特尔担任执行长后不久, 就在英特尔敲响了警钟。 据报道, 基辛格队员工说, 他们必须为PC生态系统提供比Cupertino苹果的生活方式, 公司所能生产的任何产品都要好的产品。 他毫不含糊地提到了苹果当时新推出的M1SOC, 未来他们必须做到这么好。 苹果晶片的成功当然不会被忽视。 多年来, 一直试图进军个人电脑市场的高通公司, 近日发表了其Snapdragon X-Delete系统晶片SoC。 至少在纸面上, 这款晶片有望成为该公司首款能够挑战英特尔、 AMD和苹果的PC套件。 高通公司声称, 该晶片的多线程效能是英特尔10和i7-1355U的两倍, 或者说在效能相同的情况下, 其功耗仅为英特尔10和i7-1355U的三分之一。 晶片制造商城, 与苹果的M2相比, X-Delete的速度提高了约50%。 另外, 辉达一直在秘密开发一款, 面向PC市场的ARM兼容CPU, 最快可能于2025年推出。 考虑到辉达已经为行动、边缘和数据中心应用设计了ARM处理器, PC部分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根据同一份报告, AMD也在酝酿推出自己的基于ARM的处理器, 不过目前还不能保证它一定会面世。 如果这还不够的话, 苹果公司近年还发表了其第三代M系列晶片, 并承诺在万圣节前发表一款快得吓人的产品。 就连微软公司似乎也相信, ARM PC将占据相当大的市场份额。 10月早些时候, 微软宣布推出面向开发者的ARM咨询服务, 并援引Counterpoint的研究预测, 到2027年, 搭载ARM的个人电脑将占据四分之一的市场份额。 对于微软来说, ARM晶片制造商必须面对的一个障碍是Windows软体相容性。 传统的X86应用程式必须经过仿真才能在ARM上运行, 因此在原生版本推出之前, 效能会受到影响。 苹果公司在转用自家晶片时也遇到了同样的挑战, 因此只要软硬体结合得当就能做到这一点。 该机构分析, 英特尔执行长必须勇敢地面对投资者, ARM也不会在一夜之间占领PC市场, 但把ARM称作对英特尔PC业务的微不足道的威胁, 则是目光短浅的。 事实证明, ARM是一种非常通用的架构。 Reikon基于ARM的Lugaku超级计算机在超级计算机TOP500排行榜上连续两年排名第一, 去年被基于AMD的Frontier系统赶下了榜单。 在云端运算领域, Ampere Computing公司与ARM兼容的Ultra和Ampere One CPU不断赢得合同。 与此同时, 据估计AW-S中每五台四伏器中就有一台运行的时期, Graviton处理器。 总体来看, 该机构认为, 英特尔认为ARM不会在PC市场上取得类似成功, 这种想法简直是荒谬至极。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援了。 谢谢。